你们看了之后就知道 我的腿很黑 腿型真的 腿型可不可以好看 真的 因为做一个优秀的前锋 要有一个很好的腿型 很滑的 虽然这次是孙男和紧刚先生第一次合作电影 但其实在生活中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的友谊到底有多深呢 我们在这也可以做一个小游戏来考验一下你们的友谊 我会提一些问题 然后这样呢就表示是正确的 这样就表示是错的 这个问题都是关于你们彼此的 两个人同时给出答案 我跟着不熟 第一道题 孙男的第一份职业是私奴功 对吗 景高山在18岁时吃的磁带叫做霹雳琴 孙男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吃鸡肉 景高山在18岁时的水果是香蕉对吗 孙男在1999年举行了自己的第一场歌唱 景高山和徐帆共同主演的电视剧叫做《由永远有多远》 太棒了 基本都对了 只有一道题 吃鸡肉 对 正好是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吃鸡肉是你最痛苦的事情 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家里面没什么宠物 我的宠物就是一只大公鸡 然后之后呢 我老爷有一天从山东来了 然后之后呢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可招待的 我妈就把我那根鸡给炖了 等我放学回来找鸡找不着了 还不着了 我就问我说鸡哪儿去了 我妈说丢了 我就很伤心呢 结果结果晚上一看 发现我们晚上吃的是鸡 从此就是鸡肉连碰都哭 哭了没有 哭 跟妈妈闹 床都快都弄它了 没用啊 祭死不能复活呀 哈哈哈哈 看鸡也没法找你做呗 哈哈哈哈 说到底你们两个还真的是很了解对方 其实你们是哪一年认识的 93年好 我记得93年 那到现在是多 93他必须记得93年 一大帮人 一大帮人好像是你过生人 我都忘了 那就是说你先对他有印象的 他那个时候 那会发大啊 他那匹利琴啊 对吧 鸡兰山当年 哇帅哥 帅哥 帅哥 好董鹏 现在不帅吗 很帅 你现在不是这样 你那个时候是歌坛唯一的帅哥 现在确实帅哥 现在有多了一个孙男 我就会第二 哈哈哈 所以啊 我们给你们总结了一下 就是你看 有情修炼之秘籍 同行一家期 小年天 就是你说的 你认识他的时候 紧张山那个时候 红遍全国 在歌在舞 对 那些年的表演 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很多70后的孩子 我们今天有一段视频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看大红的我帮你 你看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